餵養我們的小羊 餵養我們的小羊不是只有一兩位弟兄 我們每位女同姊妹都應該去餵養 當我們每個人都被餵養了 自然而然這些功德在我們裡面就會得成全 主就會祝福他的造福 我相信當我們的造福都被成全了 我們的家庭也是能祝福的 我們的工作在工作上、職場上也會猛 感謝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善 剛剛弟兄講說我們個人的謀言在於謙卑 教會的謀言在於五心合意 在這個宇宙當中 這個一這件事情就是最美 你看這個什麼時候啊 你看見這個不合一了 他就是最讓人傷心 看到的都是醜陋的 所以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一再的這個推翻權力 你看這個中國歷史啊 這個一個朝代、一個朝代 就是一個背叛的歷史 那這個人在這當中呢 並沒有學習到 怎麼樣來以順福神所設立的權力 那剛剛弟兄講的 今天教會首先 在基督裡 我們在這個基督做頭的權力之下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在教會中啊 去首先去彰顯 這個在神裡面的合一 那這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後面的時間啊就是 是有點分子 首先 行動 是 好 好 我